回来以后一问三不知 他这要牵涉到钱 牵涉到他和同学怎么玩 他不讲 我照顾他面子 我说 你把这个事情讲一讲 什么原因 怎么你又看我手机了 他自己就打了一击自己的 跑到小房间里去了 他想表达以后 你再看我 我对你不客气 现在我是打自己 以后我就打你 我感受到可怕 他会想太多了 你对妈妈那种 就觉得可能自己的失误吧 造成了他 不放心了 你说的这个失误 是指自己如果把手机管好了 他就看不着了 感觉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反正就觉得 我是怎么不开心 他就怎么来 经常在我睡觉的时候 看我手机 很多东西就是说 你愿意这么看着 我反而就有点 什么事我也不想跟你说 就看了两次 看他手机呢 也是我到他整理房间 我看一看 他那个手机放在手上 很危险 电充着 放着手机 那个爆炸得很厉害 我就拿出来 拿出来我顺便看一看 以前也有 他喜欢没事联系我朋友 问问我情况 然后问我同事什么的 很多单位同事 或者我的那些 甚至于以前领导 都会有时候问我 你妈怎么打电话 给我问你什么 工作上好像在外面 很尴尬 很弄的 这是偶然的危险 你是不是在心底里头 对儿子就是不放心 不放心 他很老实 容易给人家骗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我一直在担心他的 以前担心他学习 然后工作了呢 担心他不认真工作 给人家裁员下岗 再担心他 交紧的是不好的朋友 在儿子两岁时 姚女士离开了 此后小夏的学习工作 生活无时不在他的忧虑中 似乎这样 他才能弥补一个母亲的亏欠 甚至他偷看儿子的手机 给儿子的熟人打电话 只为了想要了解到 儿子的真实状况 但是儿子小夏 似乎什么都不愿意和他沟通 姚女士越来越担心 她开始对儿子 产生了不好的想法 如果没有工作呢 她经济来源没有 然后她会手伸向社会 姚女士说 她对儿子的这层担忧 并非空穴来风 八年前 儿子曾陌入迷途 至今让她惶恐不安